據戒面新聞報導 瑞典時尚品牌H&M位於北京三里屯太古里的旗艦店 將於在6月11日將正式停止營運 H&M已經通知消費者有關營運消息 該店店員表示停業原因是合約到期 報導又指H&M大陸公關團隊表示 三里屯太古里旗艦店關閉後 將會繼續在北京和大陸其他城市尋找合適的門店位置 開設全新旗艦店 資料顯示 H&M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旗艦店於2014年開業 佔地面積超過1200平方米 是H&M在大陸開設規模最大的門店之一 公開資料顯示 2021年下半年起 H&M開始在大陸大幅關閉店舖 截至2021年年底 停運的門店已經多達60間 包括2022年6月 位於上海淮海中路的旗艦店 佔總門店數量12% 據戒面新聞早前的報導指 除了H&M 西班牙時尚品牌SERA 過去一年也在大陸多個城市關閉門店 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、燕台、 芝博、重慶和杭州等多個城市 而早前有傳西班牙時尚品牌Mango 將關閉大陸所有門店 引發廣泛關注 喂喂,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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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見